那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个坠子的部分 坠子的部分我们有这个水滴形的牙克力转 还有这个网片小网片来做 那我们首先先取file line 珠宝编织线 80公分 先加一颗这个三米的银珠 然后水滴由这个前端 比较线的这一端穿进去 再加一颗三米的银珠 再加入一颗水滴 那因为这个水滴这样子 背面看起来它就是有 上面有两个洞 下面有两个洞 所以我们要前进的是这个上面的 尖端处的两个洞 再加一颗三米的银珠 再加第三颗的水滴 有时候这样正面看不到洞的话 我们就把它翻过来背面 那这个地方等于是在 这个起端的这个线 我们留大概15公分就可以了 起端的线留约15公分 然后把这两条线要打一个平结 起端的线留约15公分 那这个打结的时候注意这个三米的珠子 不可以再被它跑出来 一定要在这个圆里面 因为我们要让它形成是一个圆 所以我们打结的位置是在这个水转跟这个三米的银珠的中间 打完这个平结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网片加进来 这个网片会有两个 各位注意看的话 这会有一个正面 一个是背面 这个背面它就是会觉得有那个沟槽的那个感觉 那正面看起来就是比较平滑顺 这个我右手边的这个是背面 那左手边的这个是正面 那正面看起来就是比较光滑 那这个背面看起来就会有很多那个纹路跟沟槽的那个地方 有沟槽 那我们加的时候要有正面 因为这个它会没有办法固定住嘛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底下加一个网片 这样子 好现在要来固定好 这个网片的正面要跟水亚克力钻的背面 就是这样子 网片的正面跟亚克力钻的背面相接触 好 红横 那这个 亚克力钻的这个中间 背面对我们要留一个有一个花瓣在这里 那现在我们是线是在亚克力钻跟银珠的中间 好那我们往背面穿出 穿到背面来 究竟找一个花瓣 那我们为了要让这个线我们可以这样子横跨过来这样子好 但是我们是要横跨它旁边的这个花瓣就好 因为这样那个线比较不会那么明显 这就是会短短的 穿过这个压克力钻 下一个压克力钻 这次都只有前进压克力钻 一样再往这个背面穿过来 再往隔壁的那个花瓣穿出去 然后这个再前进下一个压克力钻 也是要穿到背面 再往正面穿出去 这样现场还卡住 都是要往隔壁的那个压克力钻 那个花瓣 那三个压克力钻的有一个 我们要确定它的中间是有一个花瓣 所以我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就回到这个正面的位置来 是不是这两条线又连在一起了 我们可以再把它稍微的再打一次解 那这个线因为我们还剩蛮多的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就是把这个压克力钻跟银珠的部分 通通再加强再回穿几次之后 再把这个刚才我们就是固定的这个缝 把网片固定在这个主体上面的这个步骤 然后再把它加强一次 我们已经就是把这个压克力钻跟银珠的部分 我们都已经补强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中间 压克力钻的中间加一个这个变形珍珠 好 那这个加的时候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最后会这是要做一个坠子 所以这个三颗水钻 三个压克力钻的这三颗来讲 这一颗跟这一颗的中间刚好都有一个花瓣 我们等一下要固定细圈的 那你用这个当上或是这个当上都可以 可是它稍微偏左 那我就会取这个比较中间的这个当上面 等一下就是它就是在正上方 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有牵涉到我们等一下固定 那个变形珍珠的那个位置的问题 那现在是在这个 我已经把它调到这一颗 要当正上方的这一颗中间的 这一颗压克力钻的左侧 线是刚穿过压克力钻 那我现在要把它穿到这个背面来 由花瓣的中间穿进来 再往这个中间的 就是这个花瓣的下来的这个一个洞 往正面穿出去 穿出来它就刚好会是在这个 三颗压克力钻的中间的位置 那我先加四颗十二零 四颗十二零 那再加一颗变形珍珠 再加四颗十二零 把这一个变形珍珠 放在这个亚克力的中间 那因为这一个我要让它再上 所以就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这个位置 我现在要穿进去到背面的位置 就要在 刚才是在这个中间的 这个是在最后要留在正上方的 那个亚克力钻 好 那我就会在这个 它的这个孔的旁边出来 右侧出来 那我进去的时候 也是要从它的左侧这边进去 这个位置 就刚好是在这个 它的那个爪钻的那个 脚的那个附近 穿到背面去 这样子这个变形珍珠 就会显得是在这个 亚克力钻的中间 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也是需要做补墙的动作 不可以只有一次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直接去做回穿补墙的动作 好 那我们已经补墙补好了 那最后 因为这个线 就是 其实你 你用这样子一个 就是直接不加这第二个网片也可以 可是我们为了美观 所以我会再加一个网片上来 把两个网片 屁股对屁股 背面对背面的缝合 那这里要缝合的时候 我们就要缝合在它的 这个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线 稍微再往花瓣的方向穿出去 让线是在外侧 那这里就每一个花瓣要相对 两两相对 好 那现在线是在正面嘛 好 所以我就往 由背面再往正面穿出去 好 这样就固定一圈 但是不够 我们多固定个两圈 所以我就绕三次 绕三次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线 由这个两片的中间 往下一个花瓣 中间要隔一个 我就要到第三个 这个是一二三到第三个 然后再固定上下两片 往一片 一样三圈 三圈之后 我们再往下一个 一样中间都是隔一个 隔一个花瓣 一样就是把这个上下两个网片缝合 所以我们就把它穿出去 没有关系 就想办法把它缝合起来 所以是角度的问题 因为那个针比较不好前进 那我们就要找一个 比较可以前进的方向 那最后这个线 我们要把它调整到 跟我们的起边的那个条线的附近 再打平结 然后这个线不可以直接剪掉 一定要再回穿 分两头 就是两边的线都要去做回穿的动作 不可以直接剪掉 那我们一样就是再打一个平结 这个线就要去做回穿 那回穿到这个爪状里面去 然后迎珠 就要把它长线的意思 那不可以直接剪掉 两条线都要收 这条线也要收 那这个目前两条线都已经分开的收线了 那我们就把它剪掉 要回到这个 压克力钻的旁边来收 两条都是 这个的时候 这个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刚才设定的它是中间点 那我们就看一下 你看它会这样子 它这个歪歪的 这个歪的 那这里它也没有正 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们刚设定的这个中间的部分 我们就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上 这个背面的这个花瓣的这个位置 加一个锡圈 加一个锡圈 那这个 这次我们买到的这个项链是50公分的链子 这个金属链它基本上是50公分 那我们可以再从这个扣距下来大概18公分左右减短 扣距下来大约18公分的位置减短 另外一头也是一样 如果你要让你的这个配件是没有等高的话 那你就可以就是边比较长一边比较短这样子 那这个配件我们就把它加在这个金属链上 这个像这个剪断的这个地方 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一半的都要拿掉 不然它会刮伤你的皮肤 这个 然后把我们的配件加进来 那这个刚才我们做的那个九字针的部分 我们要打开的时候是上下打开 不是左右 上下打开 然后把这个配件勾进来 把它密合起来 好 那这样就已经把这个配件加上来 那我们刚才还有一小段这个嘛 那我们就取它的中心点 加在这个 我们先把它加在这个配件上 比较好作业 不然一大堆 那打开刚才的锡圈 把我们的金属链加进来 可以勾住 那也可以 你可以勾住其中的一个黄 或者是只有整个套进来 就是整个套进来 可是整个套进来它会滑动 所以我比较喜欢就是勾住其中的一个黄 再把锡圈密合 然后把这个配件 再打开来 加到金属链上 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项链 现在做的这一条项链 因为我们在上面的时候 这两段不一样 很长 所以我们要抓这个龙虾扣的位置起来 抓这个 就是拿这个龙虾扣的位置 这样子的话 对下来 这个才是因为我们要让它错开 所以这个位置 中间的这个金属链 就不可以取中心点 要取它的整条项链的中心点 那这样才有那个效果 那把这个锡圈勾在那个中心点的位置上 这样子才会有这样子交错的感觉 有这样子错开 像这样 这条有错开 这条没有 好 它是等长的 这条项链 这条项链 们要带来 出 climb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